App注册容易,注销难,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的账号,我做主 最近一位投森周先生想要注销一款App 据他反应,App内虽然有明显的注销入口 但是不能通过入口完成注销 而需要跳转到其公众号 在对话框内发起人工对话 才能收到注销App的操作指引 询问了一番过后发现 注销App需要向公众号提供身份证证反面照片 以及手持身份证清晰照片 可是注册环节并没有那么复杂 只需要提供姓名,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就可以了 所以周先生怀疑这个App存在收集个人敏感信息的嫌疑 于是向我们网东民社热线投诉爆料 那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找到App的商务部的一位工作人员 他一上来就质问我们 到底了不了解他们的行业规范 懂不懂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且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 让用户提供的这些信息 目的也是为了确认是本人提起的注销操作 不会影响到个人的信息安全 首先是不是真的会影响谁知道 当你收到骗子来电的时候 你可能知道这是哪里泄露出你的个人信息吗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 2019年11月私部委联合引发的 APD违法违规收及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 和新版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 有注销入口但是不能够直接办理业务 而需要跳转到公众号上提交个人资料 这种做法真的合适吗 答案是不合适 这种做法是要避免的 那注册时为了确认身份信息 要求用户提供多余注册时的个人信息 这合适吗 答案是不合适 注销环节不能要求提供比注册和使用环节更多的个人信息 所以您还觉得你们的注销流程真的没有问题吗 就这么巧 做完这个投诉的第二天 20款APP账号注销存问题的新闻话题是登上了微博热搜 这些问题包括未注明注销条件 注销条件设置不合理 无法通过APP直接注销等五大问题 可以说APP注销难一直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个顽疾 之所以出现这种强流用户的做法 症结还是在于有一些APP背后的小心思 比如说APP背后的企业估值 很多时候就是按照用户数量来计算的 让用户可以来具自如 那很多APP市必要承受更大的用户流失压力 另外用户账号无法一键注销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看中了用户的信息和数据 平台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无可厚非 但是我想说留客还得有道 给用户注销制造麻烦 不仅吃相难看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而且严重损害了用户的权益 一方面注册容易注销难止境不出的霸道做法 是将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置于巨大的风险当中 另一方面如果注册就意味着永生 那不可避免的给个人带来过度的信息负担 所以不少国家也提出了互联网被遗忘权的概念 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各平台和APP 要为用户提供账号注销便利 同样是基于这一点的讨量 无论是出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还是出于对用户被遗忘权的尊重 提供账号注销便利 真正实现我的账号 我做主 理应成为所有平台和APP的标配 它不应该被平台的私心所绑架 成为行业的潜规则 来评论区说说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方面的困扰呢 给大家看